首先,相關的資源都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環境,我講過4.1等等相關的東西都放在這裡 程式碼部分的話,前面有Java部分是放在這裡 如果後續的課程用到程式碼再入門 前面等於是到第5章,第5章裡面有像radio button,或者是像這個check box等等的畫面都在這裡 那今天的話,我們是先講CH07的這個地方有一個介面設計 所以你們可以點這個介面設計,稍微看一下 畫面就要長類似像這個樣子 那裡面的話,佈局就是 最好可以用我的方式來做 那裡面的話,第一個當然上面的概要裡面會有相關的 我要佈局的像testview,然後一個listview,再一個testview 所以總共在這個layout上面會有三個元件 那元件上面的東西也是用 版面配置的話,用Linear layout 它預設是reactive layout,把它改一下 ok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布局 這個是我最後把它做出來的一個樣子 然後呢,上面名稱的話記得把它修改一下 LV01,T01,還有那個testview 好,那做完畢之後的話,第一個 第一步把畫面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第二步就是說,上面我要的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呢,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我希望呢,當那個user載入的時候呢 會把那個相關的資料呢 可以直接放進來 那放進來,資料的方法有好幾種 比如說你可以喔,在程式碼裡面呢,建那個正列 那正列建好之後的話,也可以載進來 那這個方法稍微比較難一點 最簡單的方法喔,其實在那個android裡面 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value裡面,values裡面 會有一個這個stream的xml檔案 那如果說你要把相關的資料先建好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呢,add一個什麼呢? add一個叫swing array 這個swing array呢,就是可以讓你放資料 那這個放資料呢,比如說我在這邊已經建好一個 叫boss的一個,這一個swing array 那裡面的話,你就可以在底下建立什麼? 建立item,一個一個項目 那這個item呢,就是將來你的serview裡面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你把這些資料呢,一個一個放進去 所以你的item